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鼎果亲者法王家以论事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汀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一个亲近弟子在久违之后抵达汀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圣者,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你将从一个净土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银筐的弟子,帕当巴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意义深傲,又简明易懂 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 从根本而言,没有所谓的迷惘 他的身体只是暂时的 听闻的人们,简是造成迷惘身体的原因的本质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 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 我们可以想象,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 如同黑色,是煤炭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无明和迷惘就无法被根除 事实上,无明和迷惘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他们无法改变我们本具的自信 佛性 佛性如黄金般纯然且不受改变 无明至多可以暂时遮蔽佛性 但佛性本质却不会改变 在某些因缘之下,无明暂时形成 一如天空的云朵 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 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 进入云朵之时,却无法触摸到云朵 在这之前,云朵不存在 最后也将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至于太阳则从未改变 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 无明制造的杖壁,是偶然升起的 是短暂的,是无可知取的 它们无法改变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 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 无明,一切迷惘着根源 诱惑众生进入轮回 然而,无论无明看似多么坚实 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一毫的实相 既然无明从未升起 那么它也无法存在 更别说去止灭它的存在 一旦对于空性的了物 去除了无明的杖壁 成博之自然本质将显现 一旦崩,吹散了云朵 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将显露出来 心无旁物底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啊 它将在死亡之后引导你 正圣之青春年华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智美的事物 智美的事物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智据的财富无法贿赂它 智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也必须遵从它的召唤 它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它拥有一个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所获得的灵修绝寿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繁俗生活的迷惑 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究竟本质 及法身 中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悔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上师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因果夜报的真理 必然使行为结出果实 听闻的人们 避免所有负面与邪恶的行为 假若死亡只是意味着 我们将如水被干涸的地面吸收 或如熄灭之火焰般消失 那么我们可以不去在意死亡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死亡之时 我们舍弃了肉身 却保留了心事 这个心事 在死亡与投身之间的过渡状态中 称为中阴 游走 在中阴状态下 我们没有有形的身体 无法如常的使用五种感官 我们被迫脱离父母和朋友的陪伴 如同一根 从一团奶油中抽出的毛发 尽管如此 有一件事物却如影随形 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 如果恶行较多 我们将无法逃脱 轮回下三道的痛苦 相反的 如果善行较多 我们将投身上三道 继续朝解脱迈进 当我们的心 在中阴多变的体验里游走的时候 我们既无法选择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也无法从从容容的去决定 要走哪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出路 如同风中的羽毛 我们受到自身业力的迫使 被死亡的士兵拖着走 我们没有暂时喘息的片刻 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我们无法随意停留或离去 我们的心神被抛过来丢过去 不听我们的使唤 要了解并相信因果法则 主宰宇宙和一切众生 这一点是重要的 密勒日巴尊者说 如果他能够全心奉献于佛法 并在这一生中获得证悟 乃是他确信业之法则的缘故 每一个行为 无可避免的都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行善或行恶的痕迹 留存于心事的下层 要消除恶行的痕迹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经受恶业所带来的自然后果 痛苦 二是在可怕的业果出现之前 用适当的对质解药 来清净恶业 当上师告诉我们 所有的善行和恶行 具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听得清楚明白 但不是真正相信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就不敢办下最微小的恶行 反而会大大的着重于 从事所有的善行 即使是最为不足道的善行 难道一个人会去管 尽快有多小 而不真是他吗 把所有事物留在身后 犹如南科一梦 听闻的人们 只要把无为付诸实修 凡俗人生的各种事物 如同海浪般 一个接着一个而来 富者永远觉得 拥有的金钱不够 全者永远觉得 拥有的全是不足 思维以下的话语 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满足我们所有计划的 最佳方式 就是放弃它们 一个证悟者 把帮不俗子热衷的事物 视若梦境 如同一个老人 观看孩子洗洗般 看待他们 昨晚 你或许梦见自己 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但是当你清醒之后 留下了什么 你在清醒时 所体验的事物 几乎不比梦境真实 与其去追求 难以捉摸的梦 你应该让自己的心 安住于宁静 无扰的蝉丝 离于凡乱散漫 直到对空性的了悟 成为你的绝受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放下凡是你所执着的事物 听闻的人们 没有任何一件事物 是你需要的 想一想任何一个 让你强烈执着的人 物品或情况 并试着去检视你 所深深执着的美好事物 权利或财富 车头车尾的 简是他们每一个 他们看起来 不像是幻象吗 当你用这种方式 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的执着减少了 不再有相同的 急需去拥有的感觉 如果你有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态度 你的心境 将自然而然的感到宁静 自由 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活着 与死亡的时候 都处于强烈执着的状态下 那么你的今生 与来生 都将充满痛苦折磨 在死时 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 将变成一个 受贪欲折磨的恶鬼 过去的伟大圣者 与行者 只要有为生 所必须的最少量食物 以及足以必寒的衣物 就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 他们是最富有的人 因为真正的财富 属于那些知道如何 满足于现状的人 伟大的噶当派禅修者 噶拉贡秋 住在西藏的一处洞穴中 每次 他进出洞穴的时候 身上穿的袍子 都会被洞口的山楂丛 妨碍到 他常常考虑 砍掉山楂丛 但每每如此 他心中立刻就会生起 死亡的念头 他想 谁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把去除这株长刺的树虫 所花的时间 用来禅修比较好 借由禅定的力量 噶拉贡秋能够飞行 试显各种神迹 他云及时 那个山楂丛 仍在原地 假如如此伟大的行者 都无法忍受去浪费片刻的时间 那么 在修行道上 仍有如此多的事情 需要完成的我们 怎能把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 耗费在俗物之上 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时间 听闻的人们啊 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 在我们之中 谁没有想过 去建造一床兼顾牢靠的房子 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 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 还能维持数个世纪 谁不曾梦想致富 在余生 免于所有的忧虑 是永恒的恶魔 诱骗了我们 让我们相信 事物能够持久 相信 任何人事物 永远属于我们 注定会令我们失望 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目睹人们在死亡时 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 与所留下的深厚物占据 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 无他 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 如果他们完全忽略 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 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 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 相反的 圣者与真正的行者 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 更别说财物或住所 听到这样的事迹 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 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 他们是财物为战时借来的虚幻之物 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 去通过六道轮回 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 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 我们应该亲近佛法 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 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 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先去完成你必须做的事 你将永远不会接近佛法 听闻的人们啊 当你想到佛法的时候 立刻起而修行 俗悟如同湖面上的波纹 是永无止境的 你或许认为 在接下来十年或二十年 你能够把计划做出结果 之后你将可以安心自在地修持佛法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你正在忽略生命的脆弱 难道你不曾目睹人们 在最出乎意料的方式下 一年早逝 认为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不理智的假设 当心中生起 修持佛法的念头时 不要犹豫褚躁 切勿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当下即是适当的时机 农人不会等到冰霜 使地面变硬 才开始播种 它会趁着土壤温暖 湿润的时候播种 一旦你遇见了 巨德的上师 领受了他的教导 你就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走上觉悟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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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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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三厄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御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夜 花莲分会 端午佳节前夕 起见大佛顶手 嫩言三昧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六月十六十七 恭送大佛顶手 嫩言经 六月十八 礼拜三昧水灿 肖斋超建 点灯供水 要供护身 即甘露失时 时间每日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们去医院 兵役馆 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来美运 但是呢 清明节 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 那师父有何看法 在佛教里面 佛教的精神就在于 要在痛苦的地方 带来光明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2500年前 选择印度 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 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世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 我们讲说阶级 种性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僧团里面 不存在 再来 我们大圣佛教 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 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 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 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 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 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 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 大愿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 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它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那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 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卓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都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 好